9月8日,星期二晚上的鳄鱼谈 刚刚就录完这个烂瘾扎的香港政府 现在加拿大的时间 录影的时期已经是深宵的点几两点钟了 录影之前,我们也看回这个 在香港开的记者招待会 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姑娘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三百眼丘藤华 以及民政事务局局长 除了褲就觉得自己挺有英伟的 三条弹散加上都不够半斤 只有几两政府高官 一鞋不如一鞋,香港历代的这些老母执政的人 这个想法班底就出来说 就是说因应香港的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 有所舒缓 现在每天的这些出现的确诊数字 就是单头,单位数字 可以考虑在未来的星期五里面 就会在人数聚集的限制的数字上面 和抗疫的数丝里面 有所宽松 会做些什么呢 就是会在一些堂食的地方里面 由每张桌子两个人变回四个人 也就是限聚令放宽到四个人 如果晚上的堂食的时间 就extend到由九点到十点 室内运动场,图书馆,博物馆 这些逐步会开放 如果疫情有所继续控制的 主题公园这两个的主题公园 也很快就会开放 游戏机中心 联宜会所 表演场所 麻雀天狗洒落的地方 也可以在星期五开放 不过香港人仍然要戴口罩 戴足多起码 七天在公共场所里面 商场、搭车 各方面的事情 麻烦各位戴口罩 多个鸠鱼 说真的 武汉肺炎搞乱到香港 乱七八糟 这几个月里面 香港人屌尾到尾 不是一轮早就自律 自己要自爱 洗手 保护自己的安全意识 一早就爆了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如果不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不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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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书海员 机种人员 这些中港车司机 乱七八糟 跨境学童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商务签证办 来香港做事 被这些乱七八糟 或许会没有清兵入关 不需要做测检 不乱七八糟 走弱社区大爆发第三波 我们香港也不会弄到这样的地步 回想起 好多的人命的伤亡 好多这些餐饮 老字号 好多的公司 都顶不住这些人禍 任何人为的过失 令到无论在人命和经济上受到很严峻的打击 刚刚看到两个案子 两个家庭 亦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家 中了中国武汉肺炎 他用检测的时候 发觉是有阳性的反应 年轻的人已经回复了 但很可惜年老的父母 亦是因为要去隔离中心 但身体亦是因为年老的人 大家都知道 在武汉肺炎的肆虐之下 这个生命的危险 亦被一般年壮或年轻的年轻人 违高 死了九十多人 大部分都是很高年龄的香港老年人 在这两个家庭里面 最糟糕的就是 这个时刻厌完 知到爸爸妈妈中了 你老母要隔离 见到他们进隔离中心 又或者见到他们 你老母开始病发 要进病房 跟着就 你老母没有办法再见他们一命 因为他们已经 云归天降 一命污呼 到最后 就是爸爸的 你老母最后的声音看不到 最后一面见不到 令到这些家人 从此加尼破碎 骨肉分离 是吧 爸爸妈妈走了 没有人家交代过任何一句话 没有人家交代过 可以说他一声 多谢爸爸妈妈 带他来这个世界上的 养育之恩 各方面的事情 令到这些家庭 永远就因为 这个特区政府的 你老母倒行逆施 你老母把关不力 把病毒放进来 在这个人祸里面 就是你老母饱尝 喪失这一个 至亲的滋痛 而当然 这个就是 你老母已经 口臭了 香港死亡了 九十几条人命 都是因为临病悦 你老母 这个的把关不力 不能封关 你老母 继续怕伤害 一些轮角的感情 你老母 也都是说 你老母这样搞法 搞到大陆人 不能开心 而罔顾我们 香港的经济 和人命的损失 而这里 我也想说 其实 在过去八个月 死了九十几人 我是看不到 有什么原因 这些死者 是不准见他们 亲人的最后一面 大家都知道 只要你穿好 防疫的衣服 戴口罩 戴手套 或者戴了 戴了户面镜 或者戴了户面镜 也好 其实我感觉不到 为什么要将这些病人的家人 不同的见到最后一面 是说不想通的 因为那个恐怖程度 我们不是在说医波拉 不是在说什么 世纪绝症 这些是完全可以 因为免疫能力 或者自己健康的程度 是有所的 减少你中招的可能性 再加上见一面 跟着你洗手 跟着扔掉你的消毒衣 也不代表你会有机会 中招 否则整个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 就全部都没有收皮 而这样的 无人道的对待之下 令两个家庭 带着遗憾 过了他下半生 最惨的就是 可能是围下一个人 爸爸妈妈同时之间走了 以后会逢街街 接陪私针 年近中秋的时期 他想起就是 特区政府 做了这些想法 做了这些按钩的政策 做了这些把关不力的地方 人祸害了世界 害了社会 害了我们的城市 你想想那时候 他的伤痛是无以复加 这些无人性 无同理心的 林郑月娥一世都不会明白 当然我再在这里说多一次 林郑月娥因为把关不力 被大陆的人来过香港 再散散到全世界 林郑月娥是绝对 绝对是为现在 整个世界里面 因为中国武汉肺炎 死了这么多人 负上一个最重要的责任 将来如果要抽情 要把他 去受审 他绝对是应该要负上 绝大部分的责任 因为他没有将香港 和这个大陆的隔离 给大陆的调理 给大菌者 入乱了来香港 经不乱途的途径 走去世界各地 也都和言了我们香港 本土的这些家庭 和我们的香港人 令到损失了性命 现在这个所谓的社区普及的测检计计划 就是这个全民的 中国武汉肺炎的测检计计划 就继续了大半个星期 至少都超过7天 最终的结果就是得灯淡笑的 对特区政府所说 有八九几万人计划 特区政府所说的 这是八九几万人 究竟是否真的有八九几万人呢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只有特区政府自己知道 是吧 究竟这八九几万人 为什么这么狠狠去登记 要测试这个武汉肺炎呢 可能在这一个恐惧的阴影之下 也很想不想避免得到 有可能性 团体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打一份工 之前也有说过 譬如一些纪律部队的公务员 医馆局的人 又或者是中资机构 蓝丝机构 外国团体 都推了这些人去做 当中也不乏 很多人就是怕死 也就是 很想不想 希望检测到自己没有事的时候 将来申请这一个国安码 就可以回到大陆 做他自己喜欢要做的事 包括叫鸡咚骨 吃东西 又或者回去看预奸厂 或者工作上的需要 如此类推 只有百多万人去 当然跟特区政府说 起码要五百万人 要参与这个计划 就是大商停径 也反映可以说是 基因冷淡的 八九几万人去 现在也证明到一件事 所谓的华大基因测试 每日至少要研五十万个人 就屌你 原来都是讲臭屁 讲虚话 假的 根本是做不够 压够人 现在只可以说 追换上来 几十万人 这个相片就是 拿了去验 跟那时说 每日去验五十万人 怎么两天都验一百万人 这种的速度 根本是追不上 那么多人去验了 大概有七分之一 这一个人口 去验了之后 出来有多少人呢 原来只有二十个 有阳性 那么大把 那么这二十个 是不是真的有阳性 又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只有政府知道 究竟是真阳性 还是假阳性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不对 这个华大基因 这个测试剂 有所期待 也大家都知道 被人踢爆了 他的测试剂 是刘甲寿 你什么准程度 跟你吊了酒 拿一条奔舟 对着马桶 阿尿一样 射得中字旗 那么准程度 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究竟是否真的 只有二十个人 也是没有人知道 好了 假设 退一万步来说 真的只有二十个人 是中了 这个阳性的反应 out of 这百多万人 其实那百分比 只不过是 0.0023% 那么 跟这个特区政府估计 如果是全民去验 起码 捉到一千五百个 这个隐性的 这个阳性的 反应的 这个带菌者 仍然差很远 但是 如果现在 假设是真是 特区政府 没有报的大错 真是到大数 真是有八九几万人去验 的时候呢 那每个人说 就是成了七倍 就算全民去验 全香港里面 只不过是 七成二十 即是一百四十人 有可能性 就是 成了一个阳性的带菌者 而现在 也认识了 亦都有人 在out of 验出来 有阳性 其实就是假阳性 来的 即是根本 没想到的 没想到来头 怕吃饭 又放在隔壁中心 要再验个 final 原来是验够错 你记得无辜 做这麽大的大龙凤 原来只有这麽 一堆的人 你老闆 只是有这一个 带菌的情况之下 其实根本 做与不做 这个测试 都是证据不得到 什麽东西 是够做的 只不过 告诉大家 我花了这麽多钱 向中国有交代 有八九几万人 来做了这一件事 即是会说 有八九几万人 香港人的DNA 可以交差给这个 中共政府 都不会说 我不能做事 但香港人 不是那麽咎而骗的 是否这样说 好了 当然 也要继续 要想好很多的方法 继续 要将这条数据 越谷越大 如果不肯 是特区政府 办事不力 习为离 之后 跟着就消理数捕 扎你棍 大兴问罪之施 那怎麽样搞呢 我今天就见到 三白眼邮藤华走出来 就是说 他说就会和一些国家 去谈一谈 搞这个旅游的气泡 这个bubble traveling 什麽叫bubble traveling 就是 在一些环境里面 就不是那麽容易感染 可以做一些活动 好像现在 在加拿大里面 打这个NHL的final 这样 他特定了所有 入到pay off的队伍 全部去了Edmonton 和去了Toronto 在一个测检 测检了大家 没有疾病 所有的员工都干净 没有人带菌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打这个游戏 那好了 那就是换句话 如果什麽叫旅游气泡呢 就是说 在两个不同的destination 这两个城市里面 都是比较轻轻的感染率 又或者是没有感染的 而大家可以安心去旅行 那这样 但是邱藤华呢 也都说得到明 要做到这一件事 第一 要找到一个城市 和香港是近似 那麽低的感染率 可以控制到这个感染率 和对等安全的地方 而做到这样 你一定是要出发之前 未出发就不止兴奋 还要是做测检 还要是经过政府的测检 经过卫生局的打印 approve 那就是换句话 又叫你去做这个全民测检 社区保及武汉肺炎计划 那就是换句话 不是经过政府的验测 就不准准你做 那换句话 也是要你送头 送你的DNA 为这个政府去collect 那样说 那顺带一提 林郑月娥曾经说过 做这一个的 社区保及计划 就是中央全力之乎 还要拖沟 但事实也不是告诉大家 中央没有付钱 香港又要付钱 要是中香港 亦是负责了很多的洗费 就是换句话 就是说这一件事由头到尾 都是困咎 而说付钱 这一件事 正正经经的说 我怎样 预计了习维尼会付钱 你要我们付钱 就付钱 困咎为人做什么 是不是 那好了 现在邱腾华的说法 就是说 你去测检 最重要 而最重要的就是 越多人测检了之后 证明你的城市里面 这个带菌率是低的 那便容易跟别人谈 那亦都害怕 就是要我们交账 要我们报账 要我们全部 总约去参加这个 的测检计划 那亦都多些人 就会被他拿到 这一件事 当他捅这个 健康码的时候 就更加容易了 那扑街 那不停都是 亡我之心不死 捅咎你香港人 玩这个测检计划的 这个intention 就是根本就未能停高过 那好了 而这样做了之后 就怎样最后 我们仍然 Fallback 到一个 中共一直希望 可以拿到你 大部分人口的资料 利用这些资料 怎样可以控制制你的 大家都知道 武汉肺炎 爆发出来的时候 最早的情况 就是这个 深圳和苏州 都应该 有实施过这个 健康码的 这个 strategy 当时的苏州 健康码 就叫做 苏承马 近来 苏承马 就已经升级了 去了 苏承马 App 2.0 Pro 好像很厉害 那样 这个 苏承马 2.0 Pro 有什么 很厉害的地方 其实 现在加添了 两样东西 就是 一个叫做 文明交通的指数 和一个叫做 文明志愿的指数 有这两样东西 每人一坐底 就会有一千分 但是 如果你在一些 社会的行动里面 你犯例 譬如 冲红灯 不根据 规则过马路 drink and drive 又或者你上网 发布一些 不负责任的言论 做五毛攻击人 留言 武灭人 砌人生猪肉 或者你老闆 在社交场合里面 没有礼貌 说粗口 就像老奥那样 又或者去餐厅 乱够那样吃东西 吵你老闆 或者叫人了些东西 吵你老闆 大浪 不能吃光 这些就会扣分 如果这样 你悔饭一条 可能扣五十 饭饭一会儿 就扣一千分 吵你老闆 就没得到多少 剩下了 不过你可以做一些 文明志愿指数 文明志愿的工作 可能带老婆去 老婆去买菜 帮盲人过马路 在社交里面表现出有礼貌 吵你老闆 有些负责任的行为 帮政府做事 就会同时之间加分 或者你见到垃圾桶 有些吵你老闆的厨余 你吃够了它 也会加分 譬如你扣了三十分 做多些好事 就吵你老闆 变相 你也会高分上去 高分又怎样呢 高分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你可以参加演唱会 可以买到费 可以买高铁 可以出国 可以旅行 可以找工作 可以读书 如果这个分不够高 就很糟糕 那情况呢 我推荐大家 看一部英国的电视剧集 叫Black Mirror 黑镜 其中有一集 也就是讲社会评分制度 如果你的社会评分制度低 你可能在社交媒体里面 发布一些东西出来 别人不喜欢 给你富费 那你就会跌分下去 跌了分之后 你买不到房子 申请不到Mortgage 被人追击 找不到东西 找不到东西 升不到东西 很多东西 在社会的行动 和社交媒体里面 就会有一定的限制 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金家产健康码 大陆已经告诉大家 他会隐藏一些 监控市民 他们在社交里面的活跃 活跃 以及在工作上 在人生上 得到一些 寬松度 换句话说 中共永远 将他这种无形之手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除了监控你之余 还要控制你一切的 除了教育上的私言行为 要控制 现在你的行动也要控制 不准准你走得远 亦都不吵你了 不吵你了 不吵听话 亦都可以砌够你 等你 不吵你了 没有了一些 在社交 或者工作上 一些便利 和有机会 所以 香港人 要看回 看回宏观一点点 而你老美 现在这个中共 集围来 根本就是 当香港一国两制 就没够了 大家都一早知道 一国一制之下 我们当然要看多些 回于中国国内 中国大陆里面 发生的一些事务 只想到 他的强如何走 他的走势如何走 而这些借镜 就是可以在一些 未来日子里面 强加我们的香港人身上 大陆人都说 你老你老 被他们控制得 你老你老 如猪如狗 不懂得反抗 不过这个 苏承马 App 2.0 Pro 亦都辣着了 好多的苏州人 就你老你老 反抗 为什麽不能将 这件事 apply 在大陆的高官里面 如果那些 那些 暴饮暴食 贪污 包尔拉 包情婦 包一个 包一个更多的资金 包一个更多的资金 即是你老母 以一个评分 他们的 credibility rather than 将这个暴政 放在人民的身上 当然 说得很有道理 当然也没有 博弃 所以当局 也是做一些相对的修正 希望 不要压力到市民 那麽想着 香港人 自己想一想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 一直是说大话 你老母 做一场大龙奉 现在搞出来的东西 数据这麽低 浪费资源 浪费了香港人的公帑 甚至 这个什麽的方舟医院 2.0的地方 建议了那麽多的 你老母 这些所谓的隔离医院 到最后 你老母 这些staff 已经开始 听着说 没有事做 会被人裁员 又来两档档案够够 没有人入住 根本的疫情 大家都知道得到 香港的特区政府 一直在那装 你老母 夸大这件事 令到大家出现恐慌 现在装你老母 做完的大龙奉之后 浪费了公帑 装你老母 令到政府的赤字 亦都是多了 那你就知道 根本这些老母 就自不在此 花钱都不在话下 拿你的DNA 是最着素 如果大家还相信他们 那套的说话 装你老母 相信他们的 这个苏承马 App 2.0 Pro 很快的将来 就会在我们 香港人身上 就会实施 记住 听多些乐余谈 亦都 留心多些 周边发生的事 不要做一只 不要到世界 不肯敏感一只 的港珠 那么 节目的结尾 我都告诉大家 最近的确实 开东西 开得太厉害 亦都是 多东西 做得太多了 我每天都睡不着 早上 早上 要做 这边加拿大的夜晚 去看香港一些台务 还要做录影 真是身心疲累 在我回来香港之前 这几天 有很大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些题目 或者爆出一些大件事 我有个可能性 希望大家原谅 如果我想 休息一会 休息几天 养精畜蕊 提高我的火气 和我的能力 希望大家良解